請各位第一個先幫我打開這個 範例開頭是103的這個 就是判斷個數跟累加啦 其實所謂的 當我分兩個接到來看 因為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 這個題目其實邏輯還蠻簡單的 但是好像蠻多同學工作上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原始資料 它裡面有數字 有英文有中文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希望分兩個部分來做處理 第一個就是說呢 他們總共有幾個的個數 那所謂的個數啦 其實就是算那個數量 數量的話通常是count 其實在seal裡面也有count if的函數 或count的函數 那當然我要怎麼去判斷 這一點很重要 其實如果你要去區分英文或數字或中文的話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當然呢 最直覺想到的就是去看它的內碼 這個內碼的話是Artsky Code 其實理論上 英文 跟數字 其實基本上都會在Artsky Code內碼表裡面 但是如果說呢 它不在內碼表裡面 因為 早期美國人在設計這個電腦內碼 其實也沒有想到會有多國語系的問題 所以中文的話理論上會在這個內碼以外的範圍 OK那如果是以外的範圍那當然其實就是中文 那最後的話我是希望可以把那個 就是不是只是算個數 像這個seal其實就是五個那個 這個英文 其實它都零啦 那這個的話就兩個 三個嘛 一直類推 OK 那最後的話當然 同學說老師我不要算數量算幾個 我是希望呢可以直接幫我把 比如說seal就直接放到seal下面 然後KG跟125把它分開 Nokia跟數字也可以把它分開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要把他們三個資料呢 分別就直接分開放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OK 其實這個問題好像也蠻多同學遇到的 所以我就直接拿這個 當成第一個我們要解的問題 那要做之前的話 其實方法還蠻多的 那比如說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你們要看參考的答案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當成雲端白板 可以把它當成雲端的講義 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我們第一個單元 那裡面就會找到這個對應的答案在這裡 範例103這個 那打開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這一道題 其實我也是有參考書上面的這個解答 不過我看他的解答之後 我非常的不滿意 為什麼 因為書上它不是用VBA寫 它是用所謂的陣列來寫 那陣列的話呢 如果各位有用過seal裡面的陣列 應該說是Ctrl Shift加Enter 那其實呢 Ctrl Shift加Enter 在那個seal的公式裡面呢 就等同類似像VBA跑一個回圈 跑一個回圈 也就是把那個範圍裡面的所有資料全部跑完 但是會有個問題耶 你在這麼短的一行程式裡面 要做這麼複雜的事情 那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怎麼辦 基本上沒有辦法像VBA一樣可以去debug 可以debug但是很難debug 所以後來的話我就放棄了這個方法 而且你會發現這邊還用成的方式 因為你算如果是的話 True的話是E 然後Force不是的話就是0 那用成的方式可以知道說到底有幾個 不過這個我光看到這樣的解法其實就已經發現應該不是好好的方法 所以像有的事情用Excel函數來解其實還蠻適合 比如說簡單邏輯的話用Excel裡面的公式是OK的 但是如果太複雜的事情像以這一題來看 你還質疑要用Excel裡面的公式來解 那真的是拿石頭雜誌的腳 所以我是建議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乾脆直接用VBA來寫會比較簡單 那至於怎麼用VBA來寫我們接下來來看 那第一個當然我們這一道題其實邏輯應該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把數字英文跟中文分開 那要怎麼樣可以分開 他一定會有一個地方是他們的差異的點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其實 如果要抓出他們差異 其實這個地方你可以透過那個 所謂的內碼表 那其實關鍵是你要打那個ASCI 這個ASCI其實簡單講起來 就是美國在設計 美國人在設計電腦的時候 他會定義一些內碼的位置 就是像我們鍵盤上面的這個鍵盤位置一樣 那其中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數字的部分他放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這個位置 從那哪裡呢 48 到多少呢 57 所以其實他只要是大於47 而且小於58的話 有沒有 那基本上他就是在數字的範圍裡面 所以喔 第一個我知道那個內碼的位置 大於47 小於58 OK 那所以我們只需要做什麼呢 先把每一個字 所以喔 我們待會可以怎麼做 我先把每個字 有沒有 每個字 Excel嘛 假設這個Excel 我把他每一個字 先把Excel1先抓出來 然後呢 我判斷一下 他是不是在47到58之間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他就不是一個數字 如果是的話呢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數字加1 他是數字一個 然後換下一個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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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一個一個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其實我可以先跑個回圈 跑什麼回圈呢 把Excel的這幾個字 通通一個一個字的抓出來 然後做判斷 當然我可以先判斷是數字的部分 那第二個當然我再可以判斷什麼 英文的部分 那英文怎麼判斷 其實也是一樣內碼表 各位可以看到 這內碼表的話呢 不過英文比較麻煩 英文 他其實有區分什麼 大寫 有沒有 大寫是大於64 小於多少 小於91 有沒有 所以這個範圍 到這個範圍 之間 之間用and 就是他裡面有交期的話 那表示說他是英文的大寫 那如果是什麼呢 這個區間 這個什麼 大於96 而且要小於123的話 那表示他的小寫 可是我有個問題啊 那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變成說如果假設你要寫一個邏輯判斷 你要寫兩個 一個是寫大寫 一個是寫小寫 對不對 那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我們可以想個辦法 什麼辦法 乾脆你全部都把它轉換成大寫 然後呢 再判斷 那這樣不就只要判斷一次就好了嗎 OK 或者你也可以全部轉成小寫 那這樣的話就不用說判斷兩次了 所以英文的部分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想說中文呢 跟各位講 中文的話呢 其實他的位置啊 就是 就是這個外面 也就是什麼 小於0 或者是大於127 那我們就視為他不在這個表裡面 他不在這個表裡面 通常呢指的就是中文部分 OK 所以我們大概的分析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Auskiko內瑪表的一個規則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做幾件事 按部就班 第一個 先一個字一個字的把它取出來 第二個字做邏輯判斷 所以我們先 針對什麼呢 針對這個 數字個數好了 OK 這裡的話 因為如果說用那個 正列 以Sail裡面的正列來寫實在太麻煩 所以我建議這個地方 一定要用VBA 那VBA怎麼寫 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呢開 這個開啟Visobase 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在模組裡面新增一個 空白的模組 我再重來好了 這個 大家寫VBA一樣 反正就是 這個把它移除掉了 重來 那一樣把它打開嘛 然後呢在這邊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那我們會希望寫一個模組名稱 叫這個好了 數字個數 所以打一個sub 數字個數 enter OK 那按個tab之後的話 第一步的話我要把 這 我們先不用也先那麼大 我們先針對A2這個儲存格好了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A2裡面的所有字 通通通都取出來 所以我打一個 啊寫一個回圈 一個一個 啊我用J好了 因為外面還有列的部分 我用forJ 等於 第一個字 到 哪一個 到 第幾個 總5個字 不過這個5的話呢 可能會 每個字 都不等長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用什麼 用LEN這個函數 刮鬍 然後呢 我就抓這個啦 這個叫什麼 sales 哪個儲存格 然後第二列的 A欄 第二列A欄哦 裡面呢 算一下它裡面到底有幾個字 那因為丟過來應該5啦 所以1到5 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取到 第一個字到第5個字 然後怎麼做邏輯判斷呢 如果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怎麼知道內碼 我查了一下VBA的語法 VBA裡面語法 有一個語法 就是 可以知道它的內碼 叫ASC ASC的話呢 基本上在VBA裡面 就等於可以知道它的內碼 大家如果假設不知道 ASC用法 有一個簡單的做法 就是說你可以 先用什麼 檢視的即時運算式窗 就有點像 你可以在底下先試著做做看 比如說你打個問號就print了 問號就print了 幫我print了什麼呢 所以它是不是數字 vba.asc vba.asc 這個函數 假如說我今天傳一個字給它 叫1好了 那幫我把1裡面的內碼 幫我列印出來 這個問號就print了 所以你打print也可以啦 不過打問號比較簡單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它會跟我講說 喔 這是69 那所以呢 69是不是在這個內碼 69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它是不是數字 顯然就不是數字 所以喔 我們其他也是一樣 比如說x 88 所以你可以比對一下 這個地方呢 88 那就是在這裡 x 所以如果假設125好了 比如說我打個1好了 它就49 那49的話 理論上就是這個有沒有 49 在這裡 49 所以它是實境位的喔 看實境位最前面這個數字 那我們假如說 那當然呢 如果你打125的話 因為它只會抓第一個字 特別重要 如果你給很多字 它也還會只會抓第一個字 就對了 那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判斷 判斷說 它是不是數字的話 怎麼判斷 我剛好提到 我們怎麼知道它數字 就是 一定要是什麼 小於40 應該什麼 應該是大於47 而且是小於58 這個範圍 那兩個會重疊到 所以一定要end 所以喔 邏輯 如果 內瑪假如是在 大於47 而且小於58的話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數字了 OK 那我怎麼寫這個敘述喔 如果 這個asc 刮鬍 那把那個字抓出來 那個字怎麼抓出來呢 當然它這個地方呢 是針對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第幾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MID 這個MID的話 實際上就是取哪一個字 刮鬍 取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字 所以我把這個儲存格 這儲存格就這一個 Sales的 第二列的A欄 就這一個 那把它的第幾個字 取第幾個字 先取 第這一個字 J的話呢 他會先抓E 所以E放在這裡 要抓第一個字 那我要幾個字 一個字就好了 所以呢 如果E先放過來 Excel的E會帶過來 然後呢 我們就判斷一下 它是不是什麼 大於47 空一個end 而且 小於58 我拿這個來改 而且 小於58 小於58 然後呢 空一個 then 然後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ok 如果是 如果是的話 如果它是在這個 這個範圍之內 這邊那就是數字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 幫我加起來 累加吧 那累加的話 其實我乾脆多一個變數 叫C好了 C等於C加1 加1的話 意思是說 幫我累加 那預設值當然你可以在上面 多一個C吧 C等於0 預設值等於0 ok 那最後的話呢 幫我把結果print到這邊來 所以喔 C做完之後 因為這個回圈喔 會一個字 一個字送去檢查 然後最後會把結果丟 丟回來這裡 這個儲存格就是 哪一個 Sales 這應該是Sales的 一樣是第二列的B欄 比如說丟回來就放在這裡 那理論上應該 等於C好了 看起來應該是這個裡面都沒有 是 呃 數字的 所以丟過來應該是0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等於是喔 我按F8好了 他初始這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值音 這個應該是5啦 ok 1到5嘛 這5個字 然後第一個1 丟過來 所以這個這個拉到的結果 應該是1 Excel 1 是不是大於47 而且小於58 應該不是 所以他會跳過 不會C等於下C加1 那第二個字 一次也會不會也是跳過 所以你會發現 C一直維持是0 的狀態 那最後他把結果給丟過來 那如果換一個好了 假設125kg好了 如果換成 這邊換成3好了 因為這個應該是第三列的A欄 那這邊也換成第三列的A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輸出應該就是123吧 按F8好了 應該理論上抓到這個5個字 然後抓到第一個字應該是1 1 有沒有在47到58之間 理論上 這個我看 這一段 這個地方應該是 這個應該1的話應該4 所以他應該掉 跑到裡面去 等一下看一下 他跑過了 我確定一下 因為這邊的話 他跳過了 所以 我先把這個地方print一下 這個VPA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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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 他抓到是 那應該是這邊 我這邊應該改一下 這邊也要改成3 第三列的 我幫他改 沒改到的話 變成抓到Excel 所以這個 那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 這個應該就加1 所以1 幫了加1 那換下一個 那以此類推 125總共會有3個 123 所以累加的話 這邊應該變3了 所以你看 我已經做了第一個 做了第二個 那第三個 底下如果全部要做的話 我只要再加一個外回圈 那這一題 基本上都OK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階段的話 也許請各位就是先 寫出第一個 就是內回圈部分 也主要就是說呢 把這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抓過來 抓到這邊來 然後做判斷 如果4的話呢 就幫我加1 把最後的這個加1之後的結果呢 幫我再寫到這邊來而已 OK 那這個程式當然 如果你假設一下子沒辦法去 你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我這邊其實有寫 剛剛類似的程式 在第二頁的地方 就這一段 差別只是說 我用的變數那邊是C 這邊用count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對 對 謝謝 謝謝 謝謝